大家好,我们在看一些游戏传证片的时候 经常会看见大家在讨论 这款游戏是采用了什么引擎 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战地的寒霜引擎 GTA的狂暴引擎之类的游戏引擎 所以今天咱们来了解一下 游戏引擎它具体是干什么的 游戏引擎我们从名字就能感觉到是很核心的东西 也就是开发游戏的一个工具软件 就相当于是我们用的办公软件或者是美图软件一样 它提供了各种我们编写游戏的工具 有了游戏引擎就相当于有了框架 我们开发游戏就不需要从一开始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游戏内容本身 比如我们在游戏里面看到隐风飘动的头发 太阳光照射在水里 汽车和汽车相撞的效果 和电脑控制的玩家 都是由引擎控制完成的 所以游戏引擎主要就是包括 渲染引擎 物理引擎 人工智能 碰撞检测 脚本等等 比如像我们看到的游戏画面 以及各种特效等等 都是由渲染引擎完成的 没有它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我们在游戏中看到房子被炸毁之后 石块会非常真实的飞溅 这个就是物理引擎的功劳 物理引擎可以让游戏里面的物体 按照我们预设的物理参数来运行 这样也就可以模拟出我们真实世界的物体运动 所以像以前的一些老游戏 我们应该还有印象 不管我们怎么炸房子 房子被破坏的样子始终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碰撞检测系统 有了这个之后呢 要是有两个3D物体相撞的话 它们就不会出现互相穿过的情况 所以碰撞检测系统 它可以根据3D物体之间的特性 来确定物体之间的关系 比如游戏人物在撞到墙的时候 就不会穿墙而过 然后上面只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游戏引擎的功能 但是不同的游戏引擎 也会有不同的特性 比如战地的寒霜引擎 它可以支持全超音的破坏 又比如GTA的狂暴引擎 它的特性体现在超级复杂的人工智能管理 天气特效等等 所以大家也可以微信关注我的订阅号 然后回复记忆两个字母 还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游戏引擎的干货